第五点 第五一个它有暴龙性 我们有些佛教可能是比较暴俗 虽然它是原始的传统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你们看的过于暴俗 有思想上 新闻上 很多方面的约索 照调广泡 这样之后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和城市人 就刚开始有点害怕 而我们增增处教有很多次第 刚开始有新闻上的一些暴俗 还有一些约束和控制 然后次第次第到了一定清洁的时候 它如果能证入了一切万法和本来的面目 在这个时候 在本性当中 没有什么可舒服的 可执着的 可取舍的 这个有时候我在想 因为像你们河南的话 可能很多其他国家比较大一次的 包括一些吸毒 同性念 还有一些比较排斥的很多的历练 在这里有些人们 它并没有严重 也许在藏传处教当中 确实也是 但是到一定清洁的时候 时间当中 比较排斥的一些新闻 在它的眼里 实际上没有取舍 也许在此时 并没有取舍 就是在福音的历织 它是福音的 因为在福音的这些 有很多不同的学生 在南韭音的一般人一般人也不敢做 尤其是年人 Undo俩都很不敢做 以法律的一般人們就要做口風队 and don't do that but as you kind of advance in the practice especially after you realize the true face the true nature of all phenomena and the nature of mind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adopt or abandon anything I think one example that I think I can use is here in Holland I know that like drug, homosex, marriage these things kind of maybe it's legal here but for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or other places they may not like this idea however in Tibetan Buddhism when you reach some level these things are not something people will think are not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abandon or adopt it's not good or bad anymore 以前我看到我一个徐亚中巴仁波切 他呢就有一次 当然他的专题的两种版本有点不同 但是有一个版本里面就是说 他有一次带着很多的大妈 然后呢带着他的弟子一起去 刚开始呢他们一起吸毒 然后妈妈妈妈妈一边把毒 大妈全部扔在火里面 然后呢一边唱歌一边呢 就是让他们断住这种我之 这是可能一般的一些宗教徒 或者是其他人看来就比较奇怪的 但实际上真正如果从我们的本性上看来 在藏传国教从人事本性层面看的话呢 其实毒也好 药也好 那么白色也好 黑色也好 在本体上呢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在我们的人的各个国家的一些传统和执着上面 也许有很多很多相不通的相不开的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通达的话呢 很多问题呢就是可以因人而解 就是应该说这不过是一种习惯不同而已 就是都是由他的存在性 都是由他的合理性 所以一个例子 我想给你 是一种故事 是一种故事 这种故事是有不同的故事 但一种故事我喜欢 是一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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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故事 在第一次他们一种故事 在我觉得他们一种故事 是一种故事 在认为他们 失去被业绑上 然后他们都可以让他 人们去headerapeuta 车子 把他们带来 所以他就是他老底下 都要教这个学生 因为我们俗众训和学 jours 论的论者 这是一些事情他们不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到一个传统的图法 你会觉得证则和罪,还不是不同 罗语和罗语,还不是不同 会是完全的想法 我们在设计的设定中 在不同的国家的 customs和文化 我认为它们很不同,但后来你认识它们的变化, 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同样的,它们全部是承认的, 你会发现,如果它们存在,它们存在的原因。 你并不认识,这些是不错的,这些是不错的。 最后一个我要想说的,藏伯生佛教的很多上师呢, 当然其他的宗教和佛教也有很多上师是有价值的, 但是藏伯生佛教的一些上师们呢,就是对价值是很重视, 有些上师他有一个很,这种人格的魅力, 它们会吸引很多人,哪怕是他的一个微小, 哪怕是他一个很简单的教育, 就甚至就是他给的一些很不同的一个价值品的话呢, 就是有无穷的,无穷的力量。 And the next one that I want to mention, is in Tibetan Buddhism, we have a lot of great masters or gurus or teachers, they have their power of blessing. I'm not denying the masters or the religious teachers in other religions, they don't have, I'm just saying that in Tibetan Buddhism, we do have great masters, teachers, they have their power of blessing, and their personal charm can really attract a lot of people. and even just by one smile, one remark from them, people just feel a great and blessed. 也许你们这里没有信仰的人不一定相信, 但是我们对上师老师的这种信心就非常重视, 我前两天在意大利见到西藏圣事所的作者所教人过去, 那么当时我们探知探知讲到自己的上师, 然后说我上师给我留下来的一些价值品, 我脖子上的一些念着给他看, 结果他的脖子是更多的, 就是这是这个上师, 这是那个上师, 就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也许可能你们不理解, 但是呢, 就像我们世间人, 就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有这个戒指, 他们有些人也很重视, 但我们不是很理解, 就不知道这个含义是什么样的, 其实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我们很重视上师给来的这种价值品。 我觉得一些人不信任何法律子会不会相信你的那种价值, 但是我们却抗大大惊动等于我们卖刀。 在这几个天,ii认为岑存在更多的时候, 我认为虎养卓长, 他的作者的一部《地设的文章》 like all of them to death. And when we met, I kind of showed off the blessing substances I have, I wear on my neck. But when he showed me what he had, he had much more. And he told me this is from this teacher and this one is from that teacher. So we counted everything. So that was a very good time. and i think this is kind of like a secret life for the world when we get married we also have the wedding ring so it's a similar thing if you don't believe in blessing or those substances it's kind of a similar thing that you can it may help you to understand this but because we have different value we see things differently so i respect what you think 总而言之 我们藏传佛教特别重视上师对你置之的信心 通过上师的一个简单的语言 认识着自己心的本性的时候 自身的痛苦全部消失一次 并且无论是住在哪里都是非常快乐的世界 而且对自己的身边会有一种自长的力量 它可以随时随地 何时何地 都能帮助前前往往的重视 所以我们很希望 人是新的本性 我觉得藏传佛教的最重要的信念就是归根基地 人是信心 所以这就是我给博士能为他 在这一句话题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中文静佛教的信心 是一种方式的方式 如果您能看到你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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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您的心情都会消失, 无法随时, 无法随时, 您会感到幸福, 而在同时,您会感到感觉 您会感到感觉, 您会感到百分之一, 您会感到百分之一, 您会感到百分之一 我认为, 在一中的一句, 靓陀佛ism's, 一种一种重要的chlosser 那竟然可以女士和老人 是一种和百分之一的 。 。 我感到大力量。 。 。 这个音频替你答案。 Dr.Nyansyans-Krishnam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answer and as was advertised it's also a very systematic answer actually giving seven points as to why Tibetan Buddhism could be attractive for young people I'm afraid or maybe as part of the tradition as we have both studied debate I would like to engage perhaps the Kembu in a bit of a debate so I do not argue or I don't have any problems with the reasons given of course Tibetan Buddhism is an inclusive form of Buddhism including Mahana and Tantriyana that's the first point it makes extensive use of logic that's the second point it is very systematic as we have all these points it has also definitely resonances in science calculating the calendars, astronomy, psychology and definitely the tolerance and the openness that's the fifth point one could see and the sixth point yes it is a very lively tradition having great masters with great charisma which is very attractive and the last of course it does have the methods for recognizing the nature of the mind at least I hope so but this doesn't explain and here I'm speaking maybe not based and I'm not backing myself on basing myself on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it doesn't explain why and I know this from having been an interpreter of Tibetan Buddhism for a reasonably long time I've seen Dharma centers from the inside in Europe quite a lot and when I see sort of the typical westerner practicing Buddhism Tibetan Buddhism and this is not meant to cause any offence but mostly they are middle aged they are not young people it's actually we find it difficult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and you find people interested but not people who actually become Buddhists and so we see that in the west as sort of a general trend that Tibetan Buddhism is attractive to older people and in China we see the opposite now the reasons that Kembois gave are all valid reasons but it doesn't explain this big difference because 在年轻人来讲 有一部分人喜欢科学 有一部分人喜欢系统性 有一部分人喜欢逻辑 有一部分人喜欢修行 还有一部分人有多样化和文化 这样一来 其实在中国大陆而言 的确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多 而且这样的年轻人的学习 都不是暂时的一个热灶 我用汉语讲科 从八六年开始讲的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 从拉隆尔的话 在学习藏传佛教在那里 已经没有离开的 大概有 大概我们今年通缉了一些 有三十多位学者 有三十多位学者 已经二十年以上了 去年有一次我去光西大学的时候 这里面有七个老师 八十年前他们研究藏传佛教 去年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研究藏传佛教 所以他们的很多年轻人 其实是原来四年前 现在已经中年 甚至老年的人 就一直在这样的 当然我们俄州 就个别地方的话 可能有个别人是学习比较中年人 或者是奥运人 但是我认识的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德国河南也好 很多年轻人 他们在学习藏传佛教 包括很激动地在学习 有一部分人是汉族人 有一部分人希望人 所以可能我们只是对传统性的 个别的道成的一些意外 应该是现在有很多人去研究 或者是学习再实修 当然 你先说这个 再说一下 所以 我觉得我的答案 不是错 这是第一个话 我想说 为什么 因为人们很不同 有些人喜欢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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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喜欢科学 我觉得 在中国有很多人在学习的东西 在中国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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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我希望说在阿强价格 有年人,他们在中国的城市 他们在学习的20年之后 现在他们的中年人在学习 20 years ago they were very young and they have never left our long story for 20 years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30 of them and another thing is I started to teach in Chinese in 1986 and so for this kind of almost 30 years I teach Chinese students and just the last year when I went to Guangxi University I met seven teachers there and 20 years ago they also studied Tibetan Buddhism when they were very young now they are old and so I think it's just because time the middle age or the old people right now they already started to study Tibetan Buddhism one or two decades so they were very young and I think maybe it'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as I know in Europe there are also young people they a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ibetan Buddhism like in France and Germany I know those people, those Buddhists some of them are Chinese people some of them are local people and they are very young right now this is what I know so I think it's just a different tradition or different kind of ag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centers that'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ay 我这几年以来可能国外去的大学不算很多 去年去的美国和俄斯汁利亚那边的几个学校 但是在中国大陆呢 除了贵州和哈尔滨 不是那个叫海龙江 还有吉利省 可能有三十一个僧司当中 只有三个僧 还有两三个自治区没有去过 其他的都去过各个地方的一些大学 有些是他们公开请我去的 有些是他们悄悄地请我去的 不管怎么样呢 我知道他们的很多年轻人的确对赵州普教 有这种好奇和兴趣 甚至有些研究很好 我都有时候好奇地看到 学金融的 学国际贸易的 学一些科学技术的 这样的学校里面呢 他们就听出来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好像会藏出佛政务一定的研究 其实有些时候的话呢 我也觉得比较稀奇 他们有些人问我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是量化生大师的价值比 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以前 给有些人这样说过 有些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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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研究